高速公路作为经济发展的纽带 在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多 发生在高速路上的事故率也逐年提高 其中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是与驾驶者平时的开车习惯有关 比如车灯的使用问题 在科布一学习的过程中已经反复强调过 但是有些新手司机还是不太注意 为啥说晚上跑高速 全程近光灯是送命 远近光灯该怎么切换呢 有过驾考经验的朋友们肯定知道 汽车近光灯和远光灯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其中当汽车通过路口 前面有车辆或者前方有行人时 需要开启近光灯 为的是不影响前方人员的视线 而远光灯则主要开启于汽车进入隧道前 前方无车亮时 当跑高速的时候 尤其是在夜晚需不需要开启远光灯呢 老司机告诉你 如果不使用远光灯 就会发生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高速公路上大部分路段是没有路灯的 主要是利用标线等反光设施来指示行车 而且高速公路上的车距一般很大 如果打开近光灯 照射范围才30米 根本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所以在夜间跑高速的时候 需要开启远光灯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 如果前后车间距太小 或想要超车的时候 则需要将远光灯切换为近光灯 为的是让前车的驾驶者看清本车 所以交通法规也不是靠死机硬背 遇到事情需要灵活变通 尤其对于高速行驶 需要司机朋友们更加的细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